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股动财富 我是主播Walt 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首席投资长Herman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个市场 还有这个礼拜的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Herman跟大家say个嗨 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一下 就是在长期忽视美国债务 就是毁约的风险以后 对很多投资人来讲 就是债务的上限有影响了 那就是本周整个股市下跌 那周二标普500 甚至创下了5月以来 最大的一个单日的一个跌幅 Herman可不可以跟观众讲一下 整个债务上限的 对整个市场是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大概美股从去年的10月30号以来 已经11个月 没有一个超过5%的一个跌幅 所以目前的跌幅 虽然感觉起来好像很波澜壮阔 但是实际上长期来看 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我们是认为说 这个债务上限的影响 不会是有一个长期的影响 最后终究是会解决的 但是在两档协商的过程当中 那可能还是对市场 会让市场短幅的上下起伏一下 那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反弹 但反弹之后 那是能够继续再创新高 还是会跌破目前的一个低点 就要看在疫情之下 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定 好 那我们讲到经济发展的话 我们常常就要讲到就是 提到能源 就是过去这段时间 市场都非常关注再生的能源 就是renewable energy 那最近石油天然气 还有很多新闻 像英国就最近讲说 他们缺乏卡车司机来运输这个油 那很多加油站都没有地方可以加油 那全球的天然气也开始暴涨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瓦斯费上升 部分的就是肥料的工厂 也因为缺乏原料停工 那中国也因为煤价 还有天然气散长的关系 甚至有过半数的成分 开始限电的使用 那何美葵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为什么全球的整个能源的危机 是为什么会今天这样造成的 其实这个能源的危机 还是因为供给出了问题 而不是说因为经济过热 而造成的这个需求上升 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英国没有卡车司机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英国脱欧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再讲到说 这个中国煤价的上升 主要的一个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之前禁止这个澳洲 由澳洲进口煤矿 那我们在美国的话 你可能也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的原油天然气的生产 因为之前飓风的影响而减产 那另外一个 跟上面国家都没有关系的巴西 巴西它大概有66%的电力 都是来自于水力发电 但是最近巴西有一个严重的干旱 导致巴西也在市场上去进口天然气 那因为种种的这样一个巧合 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能源紧张的一个情况 好那目前整个能源危机 对全球的经济来讲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短时间的这个能源供应不足 很有可能让我们原来 就已经减产的像是晶片 或是一些其他的零组件的生产 进一步遭受问题 那对于我们现在已经是很紧张的 一个供应链来说 当然是有一个雪上交双的一个效果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越南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纺织品 跟这个鞋品的一个生产基地 可是它也因为疫情的影响 导致很多工厂必须要停工 那这些种种的要素加起来 都让原本我们以为 会是一个短期的通货膨胀 看起来一直的延长 时间一直的延长 变成好像有可能 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中国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它在限电之前 它9月的工业生产 已经是处于一个衰退的状态 那再加上现在一个限电 以及疫情的影响 其实蛮多的金融机构 已经开始调降 中国第三季的经济成长 以及工业生产的数据 那当然这些 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 好 那最后节目的 节目最后的时候 请Herman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短期内市场 一个潜在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 其实未来的经济 永远都是充满了很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刚讲到的能源危机 其实很多个很巧合的因素 都凑合在同一个时间点发生的 那我们讲到通货膨胀 也是很多个彼此无关的事情 但是同时发生 就造成了一个通货膨胀 那在疫情的发展方面 其实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最早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说 只要疫苗开发出来之后 这个经济的复苏就可以步上正轨 那现在又延后到说 好像Delta病毒变种受到控制之后 这个经济发展又可以回复正轨 但是永远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还再有发生什么其他的状况 所以当我们的未来经济发展 充满不确定性 可是市场特别乐观的时候 那市场未来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可能就是无法避免的 谢谢Herman的这一个 就是整个分析跟提醒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 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记得我们要点阅我们的channel 然后继续按赞 然后甚至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